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史之乱中 勇王李林发动叛乱 李白因一度为勇王幕僚而落下叛乱罪名 在其兵败后被捕入狱 高氏却有敏锐的政治嗅觉 关拜淮南节度使 讨伐勇王平定叛乱 狱中的李白向高氏求救 高氏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 二人多年结成的友谊走向了破裂 从把毕同游的知己到形同末路的过客 高氏与李白的关系 令人唏嘘不已 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 谁又能想到高氏二人的友谊之船 会以这样的形势倾服呢 高氏祖上是渤海条县仙人 其祖父高侃是高宗时名将 曾秦突厥车比克汗 供高沟礼 官至左肩门卫大将军 辽东道 拢幼道 时节大总管 封平原郡公 十亿二千户 父亲崇文为韶州长使 但在高氏少年时便去世 高家也因此家道中落 唐代制度规定 无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由门殷入室 根据祖父的官位 高氏是拥有门殷特权的 但高氏决心不走门殷之路 二十岁时前往长安求取功名 没有成功 只能长期预居于梁宋地区 以耕调为生 唐代制度规定 边帅可以自辟左立 所以从容入目 也就成为世人世尽的一条途径 虽然这条途径相当狭窄 但如果有机会立军功 或者受到边帅的赏识 提拔和举荐 也能很快升迁 官至高位 高氏的祖父曾两任边帅 他选择走这条路 当时受家庭的影响 开元十八 十九年左右 高氏决定投笔从容 北上边疆 在燕赵一带游历期间 高氏想去朔方节度赴使 信安王李辉 幽州节度使张首规目中 谋得一官半职 但始终未能如愿 面对军中的黑暗 上位者的昏庸 高氏无从干预 更无力改变 最后只能愤懑而归 开元二十三年 高氏再次赴长安应事 又名落孙山 在京城盘缓三年后落魄还家 借酒消愁 饮顿山林 变成了他生活的常态 与高氏不同 李白此时早已名扬天下 天保元年 在玉珍公主的推荐下 四十二岁的李白终于拾来运转 受赵入朝觐见 十二年前 初入长安的李白 求是无门 留下了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的接趟 而这一次 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的后代 李白入京后 玄宗降脸不赢 亲为调庚 随即又让李白供奉汉林 随时带照 这段汉林生涯 也成了李白终生难忘的辉煌岁月 之后也被反复回忆 汉林二字听起来尊贵超然 但在玄宗眼里 更像是身边解闷邦贤的文人 在长安期间 李白最大的成就 可能就是留下了清平吊三首 春风得意之鱼 李白的仕途之路很快夭折了 天保三载 李白向玄宗递交辞成 玄宗甚至没有做出任何挽留的姿态 赐了一笔 丰厚的遣散费就放任李白离职 对于自己的主动离职 李白本人的解释是为小人背后重伤 他日后在诗中曾反复写到这一点 轻盈异相点 白雪南同调 缠祸英主心 恩书宁沉寂 骑虎不敢下 攀龙呼堕天 君王虽爱鹅美好 无奈宫中杜杀人 暗指杨贵妃 高丽氏和李林甫等人 向玄宗进禅言 以致自己失宠 这一说法可能是真的 但至于那个时代 立志与文学之争的政治基调下 文人李白不被官场所容 也是符合逻辑的 无关一身轻厚 李白邂逅了高氏 谈及高氏 李白二人的交友 无法绕开另一位诗人杜甫 高里之间的事迹多见于杜甫的诗歌和与他相关的史料 在李白弃官的这一年 44岁的李白在洛阳和汴州一带 遇见了33岁的杜甫 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次伟大的相遇 一千多年后 文一多先生将这次相遇描述为 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 四千年的历史里 除了孔子见老子 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 更神圣 更可纪念的 几个月后 李渡相约在梁 宋一带见面 预居于此的高氏 便成为李白杜甫这两位诗坛巨星再次相遇的见证人 与杜甫相比 高氏与李白年龄相仿 性情相投 都喜欢五文弄剑 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三位大诗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一起作诗 一起吟诗 一起打猎 一起良缘仿骨 一起纵酒高歌 一起郁郁不得志 诗则同耕 寝则同席 杜甫日后作浅怀一诗 回忆往事 一语高礼背 论交入酒炉 两宫壮枣思 得我色夫云 气憨灯吹台 怀骨是平无 盲荡云一续 厌雾空相呼 两个多月后 三人一一惜别 各奔东西 此后数年间 虽然天各一方 但三人间有书信往来 交流诗文 互相激励 天保十一载秋 杜甫 岑申 高氏 楚光熙 与薛聚五位诗人 同登长安 慈恩寺塔 一人做一首登林诗 这可能是圣唐诗坛 最规律的群英会 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一件盛事 其光彩夺目 可能仅次于礼度相遇 此时的高氏 已经四十九岁 灯塔后没多久 落魄半生 报国无门的高氏 很快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戈淑汉 当年秋冬 高氏随戈淑汉一路向西 到河西捷渡史木府任长书记 天保十二载 戈淑汉率大军 从吐蕃手里收复九区 被唐玄宗封为西平郡王 高氏写下九区词三首 为之庆贺 许国从来撤庙堂 连年不畏在疆场 将军天上封喉印 御史台上 亦姓王 天保末期 高氏选择将个人命运 与王朝开疆 捆绑在一起 在使自己名声大噪的同时 也为人生的光辉蒙上了阴影 天保十三载六月 阳国中为报三年前征伐南兆惨败之仇 在各项战备工作都不充分的状况下 强行派李密率七万大军二征南兆 南兆见唐军势大 采取歼壁清野 必成不战的策略 带到远征军梁进 士兵因疫病和饥饿而死的人数达到十之七八 李密只得被迫撤军 途中又遭到南兆军队的追击 唐军险些 全军覆没 在两次征讨南兆的战争中 唐军前后的损失高达十余万人 这两场败仗 不仅破坏了政治生态 还耗尽了盛唐的最后元气 在安史之乱前夜 平白损失了一支 本可用于平叛的生力军 然而 高氏却作李云南征蛮师 为之鼓吹 连令若未死 孙无知暗同 相逢论一气 慷慨泄身中 在高氏笔下 杨国忠和拜军之将李密 竟有了古之贤相名将之风采 为这样一场惨败歌功颂德 高氏将自己和边赛师 均置于尴尬的处境 天保十一载秋冬间 李白孤身来到安禄山治下的幽烟地区 一年前李白的好友何昌浩 从幽州血性过来 意气风发地描述了 他在安禄山麾下的从军生涯 牵动了李白长久以来的建功立业之志 此时的李白已经年过五十 他明白 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从军建功的机会 因而毅然北上 假如安禄山后来没有造反 李白很可能会成为他的幕僚 从本质上看 李白的幽州之行 与高氏追随歌书汉并无多少区别 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 当李白到达幽州之时 安禄山却刚好入长安觐见 二人因此无缘相见 失落之余 李白顺势周游了幽烟地区 在游历中 他亲身领略到安禄山大军的锐气和军威 于是坐出自冀北门行一师 圣赞安军推估出猛将 连骑登战场 兵威冲掘墓 杀气凌穷仓 甚至还天真的想象 他们将为国建功 收功报天子 行歌归咸阳 讽刺的是 三年后 安禄山这支大军 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归咸阳 我们可以假设 若李白真的加入安禄山麾下 当安史之乱爆发时 李白的命运又会如何 由此看来 李白的无功而返 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天保十四载十月 安禄山起兵造反 安史之乱爆发 探军很快攻克东都洛阳 兵临同关城下 长安危在旦夕 执死紧要关头 宰相杨国中召集百官商议对策 朝中文武百官惊恐万状 不知所措 此时身为监察御史 跟随戈书汉守同关的高氏站了出来 建议立即实行紧急动员 动用宫廷最后的钱财储藏 招募长安城中赶死之士 官员府中的家丁子弟 死守长安 高氏的建议虽然在军事上未必有可行性 却是长安朝堂中独一无二的勇气 同关失守 主将戈书汉背秦 高氏幸运逃脱 玄宗入属后 早先并不在逃亡队伍中的高氏半道加入 到了成都后 应敢言被提拔为建议大夫 玄宗颁布 命诸王分阵天下诸道的诏书时 高氏曾机械建言反对 很可能也是出于这层关系 唐宿宗即位后把高氏调到自己身边 这一时期 高氏的政治远见则以充分发挥 他对政治大师的把握 对时局变化的预测颇为准确 显示了一定的政治智慧 审时夺势 不偏执拘腻 旧唐书 说他君子以为一而之变 却为知人之言 当安史之乱的消息传来时 李白正盘缓于金陵 而他的妻子在虽阳 儿子薄秦在鲁郡 在门人五鄂的帮助下 李白成功救出妻儿 一家人向南逃难 直到天保十五载丘 才在庐山安定下来 玄宗在逃亡入蜀的途中 丰勇王李林为领四道的节度大使 坐镇将领 其中自然有制衡太子之一 在宿宗掌握了朔方军的情况下 玄宗唯有也控制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 方可与之抗衡 进而重掌最高统治权 至德元在九月 勇王抵达江陵 当时江淮地区的租赋 都要通过江陵中转 故而在很短时间内便招募起数万军队 随着势力的强大 勇王的政治野心也膨胀起来 在以牟室薛刘为首的左右幕僚和儿子湘成王李躺的极力怂恿下 决定割据江南 像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瑞那样开机礼 作为声名显赫的大诗人 此时已57岁的李白 受到勇王牟室为子春的三次言览 最终入幕 求是心切的李白 似乎丝毫没有体察到死情所蕴含的政治风险 反而幻想 来日自己能像苏秦一样衣锦还乡 出门妻子强牵衣 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时日躺配黄金印 莫学苏秦不下机 在勇王军中 李白写下了勇王东巡歌十一首 盛名不下于洛宾王的讨武赵席 为勇王大张声势 李白一方面被勇王收复河南的评判目标所振奋 或许可以部分的解释 他为何入幕勇王 但另一方面 李白对勇王的野心也并非一无所知 甚至还作诗暗指其有称帝之志 李白明知勇王有不尘之心 不仅以谢安字旷 据傲的认定 自己身负谭孝间 澄清天下的政治签略 还将当下乱局 比作东进南部三川北鲁乱鲁马 四海南奔四永家 但用东山系安石 为君谈笑敬胡杀 由此可见 李白在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望乎所以 与起兵前后的勇王十分相似 这对君臣从本质上都是政治报复 严重超越政治才华而不自知的悲剧人物 李白的悲哀在于 他以管仲越义诸葛亮自居 凯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但毫无政治实物经验的他 却很可能不如自己认定的那样 天然具备什么腐壁君王 一筐天下的京士大财 面对勇王的叛乱 宿宗当然无法坐视不理 故召来高市商讨对策 高市慷慨陈词 分析了江东的各种形势利害后 断言勇王必败 深深的感染了宿宗 至德元载十二月 宿宗任命高市为淮南节度使 陵广陵等十二郡 任命来天为淮南西道节度使 陵汝南等五郡 再命两人与江东节度使为智 共同配合 凭勇王之乱 也是在十二月 勇王率水军东旬顺长江而下 打出了收复河南的旗号 显然是为了掩盖割据意图的冠冕堂皇之雨 不过一旦稳定了江南 勇王很可能也会挥师北上 与安禄山叛军决战于河南 这不仅是唐玄宗当初分封的意图 也是他与宿宗争搏平叛大功 进而夺位的必经之路 宿宗之所以对勇王集团如临大敌 固然是担忧其割据江南 也是不与他建功河南 独占平叛守宫 从而威胁自己的皇位 高氏来天和为智三大节度使的军队 会合于安禄 在正式开战前 高氏写下 未过怀先与将教书 小于勇王军中将领认清形势 早日归顺朝廷 这攻心计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勇王军在交战前就陷入了无心恋战 乃至士气瓦解的状态之中 智德二载二月 唐军进驻长江北岸的战略要地瓜布 人数只有三千 但广张旗帜 列于将近 用宜兵之计 先生夺人 挫伤勇王军的士气 勇王和儿子离唐 登城隔江远望 时有巨色 大将既广称 身知大事不可为 令诸将各奔前程 当日便各自领军四散而去 就在勇王众叛亲离之际 唐军沿江列阵 液燃火把 故意让每个士兵 仁齿两句 虚张声势 勇王怀疑朝廷军队 即将大举渡江 带着家晓和亲信连夜逃跑 等到次日清晨才发现 无人渡江 于是入城收拾散兵 还想有所作为 但唐军此时真的渡江追击 交战中离唐重剑受伤 本就士气低迷的叛军一哄而散 勇王带着少量残军 想经过江西南逃岭南 但在二月下旬被江西采访 使皇府深蓝下 最终离唐被当场阁杀 勇王重剑被俘 很快就在驿馆中被杀 从下山入墓到勇王败王 李白追随勇王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 但这一个月的政治投机 却让李白身陷淋雨 甚至有性命之忧 李白在勇王兵败后本想逃往庐山 却在途中被官府捕获 并投入巡洋的监狱 在狱中 李白仍未意识到自己摄入的是高度敏感 讳莫如深的皇室内征 坚信自己清白无辜 积极写信 给各路友人及权贵以求脱罪 在这些人中间 高氏和李白相交最深 且此时的高氏参与了平定勇王叛乱 对李白案应有一定的话语权 李白做宋张秀才夜高中成一诗 托人带给高氏 请求昔日老友能出手相救 秦帝轮欲静 刘侯将分云 感激皇师老 经过沧海军 壮士挥金锤 报仇六国文 智勇冠中古 消沉难与群 两龙争斗时 天地动风云 久憨武长剑 仓族解汉分 宇宙出道悬 鸿沟士将分 阴谋信其绝 夫子杨清分 胡跃入紫微 三光乱天文 高宫镇淮海 谭笑却妖分 财耳目中化 堪难光疏勋 我无烟双感 玉石聚烧焚 但撒一行泪 林奇静何云 李白在诗中大赞高士稳镇淮海 能在谭笑间阔清妖分 又以邹眼之事作狱 吉尘自己处于玉石聚焚的危险境地 莫云 但撒一行泪 林奇静何云 寄予其盼高士搭救自己的期望 虽然诗中对高士的赞扬 不能排除求救时的奉承 但结合高士当时的身份地位 这些赞扬仍体现出 李白对高士政治才华的肯定 而身处危难之际 又是面对叛乱这样的大罪名 能够直接开口求援的对象 也必定是早有交情 且相互信任的挚友 对于李白的请求 高士没有回应 更没有出手相救 这固然可以说高士冷酷无情 但他若是担心 被李白逆案牵连 也是人之常情 高士和李白曾经共同游历 是文人之间相互欣赏 从而结交 而高士和李白的秉性 是完全不同的 在李白需要帮助时 他想到了昔日的朋友高士 真诚地向其袒露心机 希望他能救助自己 然而高士的富士人格 主观上决定了 他不会救助李白 我们不必过于苛责高士 毕竟反叛在任何一个王朝 都是不可宽设的大罪 越是在反叛方地位重要 平叛后就越会受到严惩 这种时候 如果身为朝廷平叛军统帅的高士 出面为李白奔走 只能使矛盾的焦点和朝廷的注意力 集中在李白身上 反而会导致李白遭受更大的灾难 李白的特殊之处在于 他虽然只是勇王集团决策层之外的一介文士 却是勇王阵营中唯一举国皆知的名士 当然 这更能说明 李白的政治认知是何等幼稚 换图追求是何等热切 深谙官场权术的高士 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 对当时的形势有充分评估 并做出了不出面营救的决定 不救之救 也许正是高士所希望的 并不能因为高士没有回应 李白的求救师 就断定他对李白漠不关心 毫无相救之意 圣唐诗人多仕途坎坷 只有高士凭借平定勇王之乱乘风而上 官至节度史 如旧唐书高士传所言 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为诗而已 高士不救李白 自然杜绝了引火烧身之忧 确保了仕途的安全 同时也付出了 自外于诗人共同体的代价 很多与李白并无深交的人 都积极参与了营救 其中有宰相崔焕和御史忠诚宋若斯 新唐书李白传中还声称 郭子怡早年曾为李白所救 为了报恩 他这次也未从宽处里李白出了大力 李白不仅幸免于死罪 还一度获释 并加入宋若斯幕府 但终被判罪长留夜郎 幸运的是李白在流放途中 至白地城时预设 立即返州东下江陵 并快意地写下了千古明天 早发白地城 巡洋狱后 高士的冷漠和无动于衷 让李白感到义愤 由此对高士的人格产生了质疑 李白似乎刻意删去了 他诗文集中 关于那段三人漫游的记录 并在君马皇空侯瑶等诗中 表达了对交友之道的质疑 使得曾经携手同游 相互欣赏的友情 最终走向角力 在李白和高士的诗文集中 都无明显记录 两人同游或交往的作品 这也印证了两人友情的变化 如此令人扼腕的结果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士的人生选择 这种选择既显示出高士善于观察政治动向的能力 也看出高士对戴友朋的取舍态度 高士是一个入室思想强烈的人 他的一生都在为政治考量 朋友在他心中并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李白慕年壮心不已 无论多少困促悲气 都无法湮灭其入室之心 听说名将李光碧出镇临槐后 年过六旬的李白又动了从军之念 可惜投军途中因病被迫返回金陵 保应元年冬 李白深染尘磕 在日暮屠穷之余 只能去当途投奔担任县令的族叔李扬兵 当年十一月 六十二岁的李白病逝于当途 临终前将一生诗作托付给李扬兵 在他去世一年后 一封朝廷诏书 姗姗来迟 任命李白为坐时宜 即刻进京 对于一生都求是无门的李白而言 这一迟来的官位或足以为封臣 高氏之前虽拒绝营救李白 但对落魄的杜甫却尽力照服 前缘二年年底 弃关南下的杜甫一家抵达成都 在西郊盖了一所草堂 重逢了来此赋任的高氏 高氏对生活困苦的杜甫多有照顾 故人供鹿米 林社与原书 上元二年正月初七 高氏给成都草堂寄去了一首诗 淮香私有 赶食忧果 仁日提诗寄草堂 摇连故人 思故乡 柳条弄色 不忍见 梅花满之 空断肠 身在远番 无所欲 心怀 百忧复千旅 今年 人日空相依 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 岂知书见老封尘 龙中海铁二千石 溃尔东西南北人 杜甫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首诗 大力五年正月 他才在书卷中偶然发现 顿时 泪洒行间 都中偏没 而五年前 高氏已经在 心怀 百忧复千旅中去世 明代文学家 胡振亨 在唐阴鬼迁 卷二五中 对李白 杜甫和高氏 有如下评论 高氏 诗人之达者也 其人故不同 俯善防管 誓意读语管左 白悟受永亡林辟 誓读查林返盟 欲违背 二自穷而斥达 又何疑也 这段话 不但对李 杜高 的人生结局 做了很好的概括 且独具慧眼地指出 他们穷达迥异的根本原因 高势比之理 度 更具政治上的判断力 和抉择能力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 安史之乱中 他们对待敏感的政治人物 和事件的不同态度 是他们走向不同人生结局的要因 重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